大运会相关的准备工作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那网络安全保障对确保大运会的顺利举行尤为重要 请您帮我们介绍一下网络安保方面的筹备情况 大运会其实安恒在2020年就开始准备做大运会的筹备工作了 这次大运会是首次采用了全球招募安全志愿者的方式 我们一共是招募了500名全球的网络安全志愿者 那么这些志愿者包含了我看到有院士 有不同国家的高校的学生 老师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络安全志愿者 他们会在全程会参与 那么前期主要是预先做一些演练 去发现这样安全赛事的一些漏洞 然后这个大运会举行期间 他们也会提供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和保障支撑的这样一个服务 另外一点就是安恒也提供了城市 参与了城市保障这样一个计划 首先就是刚才我说到为每一个场馆 因为它的这个业务性质和入口 包括计时设施是不一样的 提供一管一侧这样的一个安全服务 另外就是对所有参加大运会的这种赞助商 也提供他们的品牌这样网络安全的一个保障服务 这个是整体的准备情况 大运会的网络安全保障有哪些难点呢 因为大运会它是仅次于奥运会的一个体育赛事 规模是比较大的 那么难点呢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场馆比较多 然后系统也比较复杂 因为每个场馆如果没有得到一个这个可靠的保障的话 它每一个入口都有可能成为黑客渗透的一个起点 另外就是那个大运会它整个要求是比较高的 不允许任何失误 你比如说如果发生了这个服务不可用的事件 比如说我们的网络传播中断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场次大家这个出票 验票的信息 或者说这个积分牌 一些这个电子系统出现这个故障 那么都会引起这个 引起这个三世的一些中断 或者请这个干扰 第二呢就是比如说如果有一些这个 这个视频传播过程中被篡改 引起一些政治事件 那么这些它都是都是会会要求我们有比较高的一个保障的这个这个级别 第三呢就是因为像这个运动员 他来自国外包括不同的媒体记者 还有我们的志愿者 他的一个时差语言问题 这些其实都需要投入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管理的这个协调的精力在里面 中国的网络安全能力近年来也是不断的在提升 您认为我们在国际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还有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像从技术角度来讲 我们国家的这个网络安全技术水平跟国际啊 国际领先的一流的厂商实际上是在一个水平线上的 不管是单体的这个安全设备还是说我们的最新的安全前沿技术 这个基本上是在一个起跑线上的 全球顶级的这个啊 这个漏洞挖掘的这个白帽子啊 包括一些核心的安全赛事 其实都有咱们中国国内的厂商啊在前列里面啊 当然对国国外来讲呢 就是一些新的啊 一些安全理念或者是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提出的时间点 往往会比我们早一些啊 因为他这个创新的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意识啊 这块确实还是要要强一些 我看到不久前您作为火炬手参加了成都站的大运会火炬船地 您对即将到来的大运会有哪些期待呢 我觉得大运会它是一个这个大学生年轻人的赛事嘛 它本身就代表了一种青春向上啊 这种活力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啊 那么成都这几年呢 整个它发展进行非常快 所以大运会的这个这个开展呢 啊我想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咱们城市的名片 能够激励着我们能够健康的这个生活啊 开心的工作啊 能够把运动融入到生活中来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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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